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3月10号 截止9点39分 美国确诊病例是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795个 增加了40个 治愈了8例 死亡了27例 死亡数没有变化 加拿大是79例 增加了1例 治愈了8例 死亡了1例 这次是纽约增加的比较多 纽约确诊了173例 现在他已经变成第一位了 新增了30例 华盛顿州确诊了167例 死亡了23例 加州是143例 死亡了2例 钻石公主号是46例 钻石公主号 马赛诸塞是41例 自尊公主号是21例 乔治亚是17例 弗罗里达是15例 德克萨斯是15例 俄勒冈14例 克罗拉多12例 伊利诺伊 自加哥这边11例 新泽西11例 宾夕法尼亚11例 马里兰8例 爱荷华 爱荷州司8例 北卡7例 南卡7例 弗吉尼亚7例 亚里桑拿6例 印第安纳6例 肯塔基6例 华盛顿特区5例 新汉布什尔4例 内华达4例 田纳西4例 威斯康辛州4例 3例 罗德岛3例 内布拉斯加3例 俄亥俄州3例 明尼苏达2例 俄克拉哈马2例 夏威夷2例 犹他州2例 康涅蒂格2例 坎萨斯1例 密苏里1例 苏蒙特1例 路易斯安那州1例 纽约州 上午新增6例病例 累计达到了173例患者 自尊公主号 一对夫妻起诉 邮轮没有处理好 新冠肺炎 索赔100万美元 尽管被锁成 封城 西雅图0号患者 依然传播冠状病毒 感染了许多人 多所高校开始宣布 关闭学校 纽约州周二上午 再增25例 确诊 意大利宣布 整国封国了 现在 意大利 旧金三 确诊了13例 整个城市 会被封城吗 现在是不可能 SEC成为第一个要求 DC员工在家工作的联邦机构 联邦机构现在也出现了 这上面有应急的物资 有这种NGU的口罩 有这种罐头 食品 有肉食的罐头 还有大米 富贵花 现在是要做了一个CATN 做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武汉战役记 就在封城的时间 献给那些一直在不知疲倦的 与COVID-19病毒做斗争 以遏制这种流行病的人们 他们为保护人类 免受病毒感染所做的努力 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这次个纪录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特朗普和 彭斯 现在是不断的 频频的发出 谈话 因为现在是 萨特和俄罗斯 两个没有把油价给弹拢 没有就减产协议也没有达成 所以就是现在油价下跌 股市也出现了 熔断机制 等于股市下行大跌 还没有到崩盘的阶段 今天是CDC的主任 在接受采访 接受媒体的访问 媒体要问很多问题 而且对CDC的一些做法 像民意一样 大家感到特别的疑惑 特别的不理解 包括下面的医院 包括医生 包括纽约的医生 纽约的医生助理 包括加州的护士 特别是受到感染的护士 都发出了强烈的呼吁 要求大家能够真正的重视 不重视这时候 这个新冠肺炎 确实能对有些家庭 能够成为一个灭顶之灾 让人们唏嘘之语 发生在别人身上 是故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是一种事故 所以我们必须 去正确的面对 正确的去做才行 昨天是比前天增加的非常多 美国一天能够增加170例 这一方面的说明 就是检测跟上来了 检测四季盒放到割州的时候 他就开始大量的检测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自尊公主号 有在奥克兰的网友 就拍到了自尊公主号 救护车去 一个个救护车 去拉自尊公主号的 受感染的人 因为自尊公主号感染了21例 而且上面有19名是船员 19名船员 而且船员没有换港 他是在被之前感染以后 一直在服务于这个 服务于这个 他是应该说 这个游轮是一个培养品 加上他的船员 他又要服务别人 所以他就是会 感染更多的游客 包括船员 本身 现在都需要检测 现在自尊公主号 已经开始下船 之前2月21日 2月11日是2月21日 那是首例 那个死亡病例 是在那时候下船的 下船的那时候 都已经出现了 出现了感染 出现了感染 就是他现在搞不明白 就是那个死亡 那个是他受到了感染 还是他是从别处感染 然后上船 这个现在还是没有 没有完全理清啊 所以自尊公主号 经过登陆以后 到各大医院去检测 这个数字最近会 有一个高点 欧美都会出现高点 意大利封城封国 虽然那个民众出来抗议 但是他那个 意大利确实是面积 面积小啊 面积小 不这样做的话 确实有灭顶之灾啊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伊朗 这些就是在全世界 蔓延了 所以世界经济 现在走向了一个迷途 现在方向 不知道往哪里去 不知道该 走向哪里 特朗普是一直在 保经济 保连人 保各种东西 所以这次必须要 包括他的总统的团队 必须要死出浑身的泄数 去这样做 民主党的竞争者是 前副总统 拜登 拜登和 议员 桑德斯 这两个竞争者 能够出来 能够出来 不论随时 随意上台 比如说 特朗普连任 比如说 民主党 选上总统 都要很好的处理 这个疫情 疫情牵动着经济 牵动着方方面面 这是张耀东 在美国 加州 Fremont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你看这个 Fremont的这边的经济是多么 Fremont是特斯拉的工厂 在这边 现在这边有圣河赛机场 有奥克兰机场 有旧金山机场 有三大机场 还有其他的小飞机场 这是他的经济重卖 加州称为黄金之州 是他经济最活跃的部分 经济最活跃 包括纽约 也是经济比较活跃 各种大亨在那里面 现在纽约现在 一二上升到第一位了 超越了华盛顿州 华盛顿是个爆点 纽约 所以我们是希望 共同努力能够 抑制住病毒的发展 而且天气现在还是炸暖还寒呢 希望天气能够到 现在是三月份 三月十号 到四月份能够天气能够热起来 看看对病毒是否有作用 有抑制作用 前面的传说是病毒是怕冷不怕热 不怕冷怕热 那是SARS的经验 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有所变异 好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 谢谢您的订阅 我们会把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欢迎点赞和评论 谢谢 再见 拜拜